有办法吗 其实国民党每次造这种事 事实上还是动员他那一批人 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 因为他那些立委的候选人也好 市议员候选人也好 市议员也好 他们能动员的非常有限 所以你看他那个场 不会比韩国瑜造势的场大 像上次 那你说侯友宜会不会来 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 他不会来 吴敦义都下令了还不会来 他不会来 因为他从提名要选新北市长以后 他进到党部大概一次还是两次 他这辈子大概就进去过 其实他跟国民党真的没有那么亲 就像郭台铭跟国民党没那么亲是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今天要救韩国瑜 不是说造势 因为你造势救那一天 你如果还是有些检验 要问他的话他要回答 那现在刚刚学委讲 他要成立什么防火墙 防火墙小组 然后什么小组之类 我告诉你那个真的没有用 因为你有多少泪涵 人家问你你能够讲出多少东西来 国政顾问108个给你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吃进去 融会贯通讲出来 你知道我自己也做过什么助讲团是不是 在李登辉时代 你知道我们那个助讲团真的很神奇 还穿了一件白夹克上面 修了党徽还有名字 我们当时帮他们助讲 县市长助讲 我们要负责的就是党的政策 候选人的政策 你不会去弄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只要去宣导这些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时候党的规划 而且你这个助讲团一定是各行各业顶尖的 知名度很高的人 否则的话你找一堆 比如说108个有的名字 我想很多人根本听都没听过 所以你找那些人出来是没有用 就像他昨天讲他的人员政策 那你知道侯友余立刻就一巴掌就挥过去 然后他到商会 我想你待会我会问 他讲那一套 结果很多人真的三条线吧现场 而且当时东豪就跟他讲说 你前一天你要好好准备 现场可以讲中文的 不容易 一天准备你认为就可以讲这么清楚吗 我不相信 被搞这种行吧 你有没有概念真的是问题 你知道在现场加上那种压力 你知道就算有稿子 那个紧张会不一样 我们都面对过那种场合 其实不是那样 而且你那个反应要立刻 就像我们到五角大下去访问 人家这样回你一句 你就能够回回去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刚刚讲 他到底有没有到总统选举的格 才是真正的关键 这个是国民党 你说造势 九月那个什么 九月三号就算你造势 就那一天 完了以后